美国撤销了不率先使用核武 核武只用来威慑和反击的政策 还突然公布了中共火箭军的地理坐标和配置 请问齐哥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习近平对台湾闪电战的策略会不会有变化 没有 一点都不会 打台湾闪电战 基本上我可以确定的一定会发生 我觉得很有可能发生 美国撤销核武这个核武这个用法的 这个是个根本性的改变 巨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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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这回头再说